晨曦照耀下的新庄运动公园 晨曰的民众络绎不绝 慈忌志工在公园的这个角落 邀约民众参加吉祥乐祈福会 企业吉祥乐的祈福会 那我们必须走入人群 去接引更多的人 因为无处不到场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年就着重在 这样子的一个推述全数 这场活动的主持人 是慈忌志工林乃华 过去的他在五光十色的 演艺圈闯荡 加入慈忌大家庭后 一切回归简朴 更卖力以自身经验 鼓励大家吃素 像我以前也是 我大鱼大肉 我一档没鱼没肉 你还要煮 不是吃豆腐 还是种种粥 这样不行 我们慈忌现在很有心 有心就变专业了 看你怎么煮 志工的如素分享 让民众跃跃欲试 不少人都愿意尝试 改变饮食习惯 吃素真的对人体 还有对地球都很好 以前听了不一定去做 但是今天听一听觉得 你应该再更踏一步 去做这样子 我觉得吃这个素食很好 而且要保护地球的环境 我可能会尽量 往吃素这方面走 人的知性越来越多 那尝试也越来越有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不一定要从动物上去求蛋白质 所以我们尽量往食物上去求蛋白质 也能够得到相同的健康 何乐而不为 短短短50分钟的祈福活动 凝聚了150位民众的互生善念 也共同祈愿疫情赶快远离天下平安 大新闻 珍珊美志工 洪乃文 李生旺 台北报道